滿滿的愛意在裡面 要預講預 對 我在看他 塑膠臉 有 幹 我老婆真醜 有沒有 老鼻子弄啊 幹 不好 你在看什麼 那兩台同樣的車 你又買一台幹嘛 你也知道齁 我最近不是買那個凱燕嗎 有沒有 7878 有沒有 這大牌我就喜歡了 7878 之前那個是4188 那如果之前有看過我這台車的影片 其實這個車 我回來已經開 一兩年了 我在舊的地方就還沒搬到這邊我就開始開了 應該一年多了啦 後來認識一個網友 那時候他是看了我這個片子以後 然後我們就有稍微聊一下車友 讓他老婆換新車了 這個舊換新可以補助5萬對不對 5萬加上車體報廢 這車沒在輕的 這報廢最不再一萬 大概6萬再扣掉一些稅金 可能隨便拿也要拿5萬多 然後他就說他捨不得他報廢 他車上很多東西都新的 什麼輪胎水箱啊 烤鵝啊有的沒的都 都剛換不久而已 他就開來說 小吃 與其這台車報廢 我不如把這個大體捐給你 啊我剛剛在想要怎麼處理 其實我還是有包個紅包給他 啊這個車也沒辦法做慈善 然後3400cc 塞基隆車你還去慈善 這就很像你媽常去地下停車場 信義區 台北1.1 有沒有 那個他媽的輪椅的那個位 停車位啊 好 停一台他媽保時捷跑車 你殘障開保時捷這樣 還蠻常看到的 然後他媽我那一天 我還看到一個那個 不是有那個婦女愛心車位 通常都會靠這個辦公室比較近 比較安全嘛 不會太暗對不對 對 停一台重機 人家都漆成粉紅色的了喔 婦女愛心車位 就是有女性同胞 孕婦小朋友對不對 給你停方便 離這個出入口近 媽停一台重機 現在沒有要站兩輪四輪啦 我實質講我剛好 這禮拜看到的啦 好不好 怎樣 孕婦騎重機 幹那擋車呢 那不是那個 尾斯牌呢 擋車呢 我沒有研究啦 準那一種的啦 很帥那種的 防風鏡那種的 對嗎 運不敢砍下去 把頭砍到油湯 對不對 要有公德心啦 真的 好啦 你看兩台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他這台比較新款 他這台應該是有小改款過後的 我這一條應該是車身銅色 因為我後來換過大燈 所以我換到是金色車子的大燈 所以車身銅色 我這台變金的 那本來是黑的 車身銅色 如果小改款的就是 他沒有黃色的這個腳燈有沒有 他的那個小改款的年代 是杜戈的年代 如果有看我那集影片 我輪胎之前也去殺了 凱迪拉克的 電鍍旅圈 現在比較髒啦 因為我很久沒開它 你看髒髒的 洗起來其實很亮 我現在很尷尬 我現在車買太多台 自己要開的車 不是要賣的車 所以我一直在考慮 這台要不要把它賣掉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 我一直沒有做這件事情 我多很久 我這個車牌 曾經有一個 跟我們買車的算命師傅來 他那時候 跟我們買一台March 他要來之前 他先打電話給我們 跟我們要那個March的車牌號碼 問完車牌號碼 隔一天 他就直接從桃園沙過來 跟我們買他March 都不用看車 他這次要車牌號碼 對 他說他找了全省的車牌 幾乎他周遭 有March這台車 車牌他都算過了 只有我們這一台March的車牌號碼 符合他的命格 真實的故事沒有唬爛 雖然我也覺得是唬爛 他來交車的時候 這邊嗎 他在這邊交車 對他會來來先車 就把我們全部的車 車牌號碼 全部都看過一遍 然後他只能在車跟柯P講 那時候我停在後面 這樣誰誰 柯P說 我老闆 我告訴你 他這台車會賺錢 他就跟柯P這樣說 我是柯P轉述給我聽的 因為我沒有遇到他 可是我跟你講 還真的我開這台車 這一年多以來 不要說是我人生中 最賺錢的時候 我就是最順遂的時候 我們剛好開始做YouTube 剛好上電視有沒有 知名度比較好 那大家 以前是入不敷出嘛 每個月為了要打平開銷 就很辛苦 小賺好高興 再賺多一點 Yeah 幹 要放鞭炮了 那現在其實損益平衡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這一年多以來 我很怕我賣掉店就 哈哈哈哈 靠一下 啊 要不要 我其實不是迷信的人啦 你來這邊 你知道我們也沒有在什麼 出路26拜拜什麼 其實也沒有 我們是沒有很虔誠啦 但是我們是還是 對不對 我們都尊重 這台車真的不講沒事 車出出路路賣來賣去沒什麼 從我們以前這 一二十年來都是這樣 可是反而被他講一個客客 被他講一個我覺得 賣掉會不會怪怪的 你知道嗎 啊可是 那麼多都三千多cc的車 凱宴三千六 這三千四 Fastor三千 我光這台車留下來開 我還有一台騎勒 凱吉拉克也是三千六耶 我這最近一年司機都拿腳騎啊 我要賣什麼 每一台都捨不得賣啊 凱宴是一定不會賣的啦 因為這個要答應觀眾要評測嘛 長期試駕 美其名 我老婆說你換這個幹嘛 試駕 為了觀眾朋友 我老婆覺得這台車做得比較舒服 好我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車子有點髒 啊這是我之前上電視裝的那個 盲點的那個鏡頭 我跟你講 現站還是好的 有很多那時候 媽媽媽說沒多久了 壞掉了 我把花不到兩千塊一千多塊有沒有 很多說啊 壞了沒啊 那撐不了多久啦 那現在還好的 我繞股 不要說我打臉你們 我馬上試用一次給你們看 這個有點亂啦 這真的我自己在用的車子 有沒有看到 學校小熊 頭枕 你知道為什麼他在頭枕嗎 我坐這麼多車 我最喜歡的頭枕就是B&W的頭枕 因為B&W頭枕可以折 對啊 你剛才有講過 折下來可以 延腦這邊 延腦一張套 可以靠這邊 一般的車不行 所以我都要 弄這個 直接可以這樣靠著 你如果沒有這個 你媽媽 幹變這樣 對 有沒有 老脆弄 幹不好 覺得不舒服 所以 會有腦充血的感覺 如曬會如大 壓起來 是喔 對 所以要稍微頂一下 視線往前 舒服 靠著 然後 這個里程數給大家看一下 買回來的時候是五萬八千公里 現在是 十五公里 要不要 我開 壓壓壓壓 八萬三啦 現在是八萬三 哇 這樣我開了 五萬 兩萬五 我開兩萬五 一年多 一年多 跟大家推薦這個 有沒有 365 手機後面黏一個鐵片 上車就可以 還可以這樣 哇 但是凍到太大 顧到掉下來 這個適合這種柔軟的車 你如果是像媽86那種硬派的 等人家打 整體就掉下來了 可是這台車 連這個不會掉 因為它夠 舒服 柔軟 都不會掉 這我覺得我還蠻推薦給 現在是 柔軟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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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 熊咪啊 可是這個 壞 壞 這個鐵片弄了以後 沒辦法無線充電 會干擾嗎 完全就不動啊 你放它就不插小你 對啊 沒有辦法無線充電 這是唯一的壞處 所以就只能用插的 這有點髒啦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中控台 有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放方形的飲料 塞下去剛剛好 一般都做圓形 像我老婆喜歡喝方形 這邊就可以剛好 直接可以放 我覺得這個是它 蠻重要的 除了做舒服以外 我覺得它蠻重要的 就是因為可以放方形的飲料 所以它對這台車感覺好 不然它一直陷 你媽媽也是試車 啊這車 啊飲料是要放到啦 隨便啊 一上車 拿一個方形的利樂包 看找不到位置 看什麼 你媽媽拿起來了 真的 番茄紅了 醫生的臉就綠了 對 然後 老婆火了 欸 你的生活就慘了 好不好 你就要背 背 背比較硬 因為這一點小事 會造成看什麼事都不順眼 啊手機放在這邊 不小心賴再跳一個 不知名的 女生的名字 啊幹你死了 你今天就出過了 所以喔 這個東西 要講 要不然就學泰山 媽的貼那種保護貼 側面看不到 是 拉扎鬼 對不對 我們那種人大拉拉的 要看給你看啦 我又沒在幹什麼 對不對 對 對啊 走在路上對不對 看馬子 欸你是不是在看女生 對 我在看他 為什麼這女兒可以長得比你醜 我在看他 跟你到底是等級可以差多遠 你不要否認 你不要否認 他說啊你是不是在看別的女生 沒有沒有沒有 幹騙一下 我剛剛看你眼鏡明在看他 啊你不是假衰 對啊 對不對 對 我就在看他 為什麼他腿可以這麼粗 對 還是我的女生的腿 漂亮 會不會 要不然你在看他 對 我在看他 媽那個臉 塑膠臉 你要放寬心 真的沒有幾個人 像你天生不需要處理 就這麼美的 是 你看人家那塑膠花了多少錢 結果弄了 弄起來 還是沒有你的一半 十分之一都不到 既然這樣 我們打個電話給媽媽 問候他一下 謝謝他把你生得這麼漂亮 看小師Vlog長姿勢 讓你天天可以幹嘛 換姿勢 好不好 椅子軟的跟沙發一樣 然後避震器也是媽 讚 你看我們現在這樣 我只要打 左轉方向燈 他就照左側盲點 還是好的 右邊 我打右邊方向燈 就照右側盲區 有沒有 真的耶 我打倒檔 有人說 看我如果打倒檔又打方向燈會怎樣 有沒有 網友就是媽媽問題多 還是一樣不會影響 倒檔為優先 有人說你這樣打方向燈 不會一直閃 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你裝在閃光器之前 跟裝在閃光器之後是不一樣的 你弱智 你要裝在閃光器之後 就啪啪啪 媽的 你這就跟著閃 對 好不好 還是好的 媽的一千多塊用到現在 划不划算 划算 然後以前對不對 在車賣得捨不得 我跟我老婆對不對 都在車上 聊天 最近這話很敏感 我們在車上聊天 那有把行車記錄器 行車記錄器沒有 我已經移到凱宴區了 對 對 好不好 有我跟老婆的那個 體意 不是 不是啦 體會 體會 跟 滿滿的愛意在裡面 幹人家越講越 愛意是那個意見的意 靠腰啊 嘿嘿嘿 好不好 工程我就不多說 那個 介紹老虎 真的 對 那集我就介紹過了嘛 然後這後座很亂啦 因為齁 你要有我的衣服 有時候上通告用 還有一個 最重要的狗狗的床 這個後面是兩個椅子分開的 所以狗狗他可以趴在這邊 嗯哼 不過煞車的時候要注意 為什麼 幹他媽從那邊滾到前面去 緊急煞車手要扶一下狗狗 他媽從那邊滾到前面去 那跟公車有沒有 欸 收集三個拉環 要不要再來一次 不行好不好 哇你看 我真的是以車為家 這車上真的都是 放滿了 狗狗的包包啦 購物袋啊 有的不 啊這後面其實還有一個椅子 可以翻起來變七人座 嗯 送禮製用兩箱椅 等一下七人座 帶大家去看隔壁另外一台 可是我要分享的是說 我除了保養以外 我只有修過一個 前面的左邊的三腳架 那還滿慢的 對很耐用 現在底盤也完全都還沒有聲音 哇 然後也從來沒有讓我故障過 亮引擎等什麼 都沒有過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個車很不錯 以前我爸 我為什麼會買這車 因為以前小時候我爸有開過別個 Rigo 尊爵還是什麼 叫Rigo 新款舊款 Rigo95年是舊款 三千二的樣子 還三千四 然後新款的時候 97年98年又改新款 Rigo 三千二 我爸開過兩台Rigo 所以我覺得 聽我爸講別客的車好像 因為我爸以前也是跑業務啊 他還是開著別客Rigo這樣 南征北討 也沒有什麼 太大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這 這組車應該是 還滿值得買的 所以我現在買回來回憶 他美國車裡面的味道 跟韓國車 日本車 歐洲車裡面的味道都不一樣 這裡面有獨特的味道 還滿喜歡美國車的 美國車棒啊 有沒有 我們媽混血黑人 什麼都大 路也大 對不對 車也大 對不對 褲子也穿著大條 一定的啊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後面七人座 我們看這台車 今天這台車也顧得不錯喔 它這個頂桿齁 我換過頂桿 後面的這個頂桿 就是久了它會垂下來 那我剛剛在翻這台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後車箱看比較重 就代表它的頂桿其實應該也有摔退了 之前我那個是直接就是要垂頭上氣 好不好 我阿姨說不要再用 軟橋變天柱這句話了 因為他說你用太多次了 所以我要想新的來 形容這個六點半的感覺 時鐘一樣有沒有 時鐘故障的時候呢 轉到 往往轉到六點半的時候 就不再上去了 就大概類似這種感覺 這後面的椅子是這樣 哇你看 它有附增一個綠狗的皮套 我的也有 這打開裡面都有一些放 小玩意的東西 對不對 那個那個那個 電動那個 電動那個 之類的 那它這個呢 有沒有可以看到這裡有這個 可以翻 把它拉起來 直接這樣 那就變成一個七人座 這個比WISH那種還大一些 對比WISH那種還大一些 可是 沒有這大概國小OK啦 可是第二排還是可以移動 而且 你看它這個是整排的 我後面是兩個位置 對 這有點不一樣 那當初應該也是有分等級 這是 你懂意思嗎 我是246 它是7 232 所以不太一樣 好不好任君選購 到時候你還買 看你身上哪一種椅子 沒有啦內裝也是不太一樣 我的是灰的 它是有點淡褐色 那不是褪色 不是不是不是 原來就是這個顏色 我的是灰色 那個中控台也不一樣啊 我的中控台是這個銀色飾板的 它的中控台是核桃木飾板 有沒有 它的是核桃木飾板 我的是 我的是類似這個顏色 它這個應該當時是幫它流行貼皮啦 欸沒有 這是烤漆耶 這像水轉印的 然後它方向盤也有這個啊 我的方向盤沒有木頭 我的方向盤整隻都是 基本上就是一點點差異性啊 門板上它也有這個飾板 我的沒有 不過它的里程數開的比我的高 你看它這個也有電鍍飾條 我的都沒有 它這個還有自動感應頭的 很方便 它也開18萬了 你看 然後它的儀表擺不一樣 都有這個鍍鉻 鍍鉻的四圈 因為它這個是比較新款 對 對應該是比較新款 它的應該是比較新款 然後它等一下恆溫也有鍍鉻四圈 基本上配備都一樣啦 好啦 反正喔 我覺得這個車還不錯的車啦 欸 泰展 我跟你講喔 像別克這種美國車啊 你光看這個水箱架 跟這兩根 有沒有看到那麼粗 有 好 這個車為什麼引擎會穩 會安靜 會平順 你再看這兩根 引擎這樣拉過來 有沒有看到 這引擎腳 你說這引擎不安靜嗎 它下面已經有喔 上面還有 然後後面還有 下面還有一隻大隻的 上面還有一隻大隻的 反正是幹人家 就縮得不太快 真的啦 你說這車怎麼還會抖 整個結構啊 整個傳道裡面的那個 聲音啊 一定 抖動一定很微弱 一定超微弱的 那你看這個 爛巴巴的 你看 喔對 很多人喔 你去看這個引擎這黃黃的這個有沒有 你正常鑄鐵舍啊 不是應該要這樣嗎 這鑄鐵舍 這鑄鐵舍 為什麼會這樣 這排氣管為什麼會黃黃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 那是防鏽 是喔 當初這種車都走船運 船運 船運時間久 你在海上一兩個月都很正常 對不對 又遇到索馬利亞海盜 沒有不會遇到海盜 遇到強尼代普那種有沒有 沒有不會遇到好不好 這個是因為喔 海水又會侵蝕有緣分 所以他們通常 以前很多這種進口車 歐寶的車 你去看歐寶的車也一樣 掀開裡面都黃 噴的黃黃的 那都防鏽 防鏽機 對 他們走船運來他們都先噴防鏽 所以不要看到 怎麼那麼噁心 都黃黃幾大幾大 那個都是因為噴防鏽 的關係 可是你看喔 那邊就像從側面看 整個都乾的 完全都是乾燥 反正我是要跟大家講說 整個結構是非常的 非常的穩定的 今天拍這個影片 先做備用 我在想說 如果真的我下定決心 要賣的時候 看是要買一加一 兩台直接帶走 還是要兩台變一台 任君選擇 任君挑選 有人問我說 欸阿你那第二台的那個BMW怎麼不再改 我說不用了 我們已經有範本了 兩台都有天窗 而且它輪胎很新啦 它是17的 我這個我記得還是16的 對啊我的16的 我的比較像甜甜圈 它的比較像跑胎一點 但你 所以你的坐起來還比較舒服 對啊 所以才超軟的 老老婆死都不讓我賣 所以我真的腳不洗碎金 很可憐很苦吧 可以賣 看凱迪亞克 看凱迪亞克 我也還沒爽到欸 怎麼辦 你們去看車 你不知道要載這引擎裝好不好 你去看個兩三台你就知道 你就有比較急 你就出來 對不對 你覺得 不知道自己老婆算不算漂亮 你就去看別人老婆 我老婆真醜 我老婆乾的車都比你屌好不好 沒有喔 沒有那種事情 我老婆是全世界最正的 好不好 好 今天的VLOG跟大家分享兩台車 下次見 掰掰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